地震后海水开始淹上路面 来得快去得也快 摄影机的位置在高处 但可以看到沙滩旁的餐厅 已经通通跑在水里 一本雪就这么退了 服务生开始抢救 心里想着这一波的灾情结束了 说时迟那时快 无情的海浪一波接一波 别看这浪这么吓人 这还只是撒旦的前奏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一次 两次 三次 像示威又像预告悲剧即将来临 两层高的大浪就这么从远方慢慢接近 都森团队第一时间独家直击 冒着生命危险留下这个 珍贵画面 撤撤 好 我知道 再给我几秒 你拉 你拉 喂 喂 喂 别够 有多么惊险就像生死一瞬间 透过镜头大自然的破坏力展露无遗 这个时候 你只有一次逃命的机会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收 收啊 好了 我们躲上饭店三楼往下拍 隔了这么远 这浪还是非常害人 今天动地半小时过后 路面上满目疮痍 房子毁了 一辈子的心血没了 这样的景象 泰国人一辈子没见过 围在一起议论纷纷 只是此刻多说什么也没有用 这位老先生无语问苍天 多么希望眼前这幅景象 只是这场噩梦 一切都不是真的 这是东森新闻记者 李金黄德武 我们在泰国普吉岛的采访报道